唯一让岳飞舞枪扒大锤,无用武之地的,竟是十六岁少年,岳飞说,休战吧,了解说岳全传的人都清楚。 其中,有一个人物就是陆文龙,陆文龙身世显赫原本是陆登的儿子出身于官宦之家的陆文龙,一直备受期待们,当时的国家动荡,不堪尤其是在陆文龙的家乡金兵大型舞蹈攻占了当地。 后来金兀术节的陆文龙是个可怜,就将他收养,为一子他的传奇不仅仅如此,陆文龙的一生在两个完全对立的阵营中,度过并且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非要说陆文龙是叛徒,的话只能说他的命运太过坎坷。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位传奇的大将,在当时南宋政权,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复国的危险。 但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内部,还是不思进取,一味地追求小乐。 这样腐朽的政权注定不会维持太长时间果不其然。 金武术带领大军攻破了边城陆安,守城的陆登夫妇双双自杀,看到这一切的金武术非常感动。 面对如此不堪一击的政权,竟然还有人甘愿为他付出生命。 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婴儿的啼哭惊动了金武术。 原来在两夫妇的尸体之下,还有一个儿童看到这个孩子之后金武术决定收养他。 全然忘记了自己就是杀害他父母的元凶。 最终陆文龙没有辜负死去的父母的,希望成为了一个鼎鼎大名的勇武将军。 许多年以后,凭借出色的本领,陆文龙在金军之中慢慢地打出了名声,成为了金军攻城掠地的头号大将。 许多大仗都是由陆文龙打下来的看堪称金军内部最为强悍的将领。 这一点在日后面对岳飞铁锤帮的时候,得到了验证。 但是在当时,陆文龙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身世他自小生活,在金国早,已经成为了金昭的议员虎将。 并且成年之后多次跟随金军为国出征。 即便是在面对岳飞这样勇猛的将军之时也不曾退缩,并且还有上加表现。 成为当时岳家军最为头疼的人,面对岳家军八大锤的时候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将他们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就连岳飞也忍不住赞叹心想,如果此人能为自己效力该有多好,甚至由于军中无人能抵挡住陆文龙。 面对陆文龙的叫陈岳飞一方只能高挂免战牌,不过事情就是在此时出现了转机岳飞的军中有一名叫做王佐的将领。 王佐曾经与陆文龙的父母有过相识,在之后经过金昭的密探打听得知了王文龙的身世。 此时的王佐非常震惊,决定将这个消息告诉陆文龙,并且费尽心机的招揽他加入宋朝阵营,知道自己身世的王文龙,非常苦恼一念自己的国家一念是收养自己的养父母。 陆文龙将自己得知身世这件事,统统告诉了金武术。 金武术对此也感到十分位,难不知如何是好?金武术身边的许多大臣,都劝金武术将这个叛徒,除掉可是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毕竟也是自己长大的金武术下不了手。 最后还是决定放他回到宋朝。 回到宋朝之后的陆文龙,亦如极既往的强悍,下定决心为自己的父母报仇,并且还拉拢同样是汉人的曹宁,一起返回宋朝。 回来之后的陆文龙立下了无数战功斩杀了许多金昭的名将,只是面对自己曾将的战友相比内心,也是不好受吧? 但是在想起自己的父母都是惨死在金人刀下身,为汉人的陆文龙,没有选择,命运就是这样有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 陆文龙从今朝的将领摇身一变,成为大宋的马贤族,不变的是一直奋勇杀敌的决心一个善于旺季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静说,历史,今时欧历史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宁静每一天。 请关注公众号静 jobbing。